为大家现场直播的在澳门进行的2012年汤油杯亚洲区预选赛 汤姆斯杯的决赛是中国队对日本队 第二场是双打的比赛 中国队出场的是柴镖郭震东 对手是佐藤祥志和川前直输 竞动前的这名选手就是川前直输 那么他之前是和山田和斯一起配队的 那么今天日本队是来了一个奇阵 可以说是把山田和斯和川前直输给拆开了 让佐藤祥志这个打单打的选手跟川前直输配队 实际上作为日本队来说 他们也已经进入了汤姆斯杯的50分的决赛圈 所以中国队这次参加预选赛是志在练兵 其实各个队也都是这样 作为日本队已经进入到决赛圈了 所以这场比赛对中国队的比赛 他们也是把它放在练兵的范围之内 好 比赛已经开始了 双方的一上来就是短兵相接而且呢速度很快 双方的一上来就是短兵相接而且呢速度很快 汤姆杯赛是世界男子羽毛球的最高级别的最高水平的团体赛事 那么实际上说到团体赛事 在羽毛球里面世界上有三大团体赛事 一个是男子团体赛 叫做汤姆斯杯 一个是女子团体赛 游博杯 另外还有一个男女混合团体赛 这个是苏迪曼杯 这个水平都是相当的高的 所以各个国家对能够参加汤姆杯 以及苏迪曼杯的比赛 看作是最高级最顶级的赛事 都非常的重视 对 这也是检验一个国家 一个综合羽毛球实力水平的一个标志 对 那么实际上第一届汤姆斯杯 是1949年开始的 中国队是从1982年开始参加汤姆斯杯的比赛 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 是取得了八次冠军 现在中国队上一届也拿到冠军以后 已经是四连冠 那么正式作为上一届的冠军 所以今年的这一届的汤姆斯杯 也就是第27届汤姆斯杯的比赛 中国队是以卫免冠军的身份 可以直接进入决赛圈的 那么在今年的汤姆斯杯的决赛 也将会在中国本地进行 地点是在老汉 这个也是在伦敦奥运会之前的 一个各个国家最顶级的这样的一个 对阵对决 也可以说可以看到一些奥运会当中的比赛的名字 所以对今年的汤姆杯的比赛 各个国家就加了一个更加高度的重视 因为它对奥运会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那么女子的团体游博杯的比赛 实际上第一届是从1956年就开始的 中国队比较遗憾的就是在上一届 也就是第23届游博杯的比赛里面 是输给了韩国 没有能够实现七连贯 但是在游博杯的比赛里面 中国女队已经是拿到过11次冠军 看看这个球 双方也是打得非常的精彩 这个球呢是财标呢 把没有把球给杀过去 日本队领先1分4比3 可以看到刚才防守的那位选手呢 是佐藤祥志 他这个防守的这种 呃 攻架根本就感觉就不像是那种双打的那种运动员那种态势 对 这也是挺奇怪的啊 让一个这个单打的选手去尝试一下双打 对 而让这个双打的选手呢 将打单打 也就是说跟这个川前直树 配对打双打的山田和思 将在下一场比赛出战单打 将对杜鹏宇 实际上在进入前四 前四已经进入到决赛圈的这些队呢 他们其实都不在乎后面的这个比赛究竟怎么样了 对 更多的是这个练兵 有的是开始这个休养生息了 对 像马来西亚 昨天就是就是没有全体补助出战 对 6比5 第一局的比赛呢 开始阶段呢 还是摇的比较紧 杀的还是比较狠 对 日本队呢 也是连续几个扣杀以后呢 变换一下节奏 中国队现在首度前半场 就是把球送到后半场 让你日本队来攻 还是防守 这个跟进呢 非常的及时啊 对 当然这个球呢 穿前直树 这个杀球呢 杀到了一个比较难防的一个位置 看一下慢进 郭振东 刚好是腋下这个位置 是比较难防的一个位置 对 这个对于穿前直树 本来就是打双塔的这样的一个选手来说呢 这样的机会是 可以说 不会放过 而且呢 他这样的动作家常便饭 六瓶 六瓶 当然他存在着运气的成分 这个是偶尔会出现的 但是也有人说呢 这个运气 他也不是说偶然的就随便出个运气 他这个也有一些必然性在里面 你比如说你的杀球的时机 杀球的这个点 另外呢就是杀球的力量 都跟这个往前是过还是不过 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对 另外他们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呢 很多东西 很多那个球都是贴网而过的 所以呢 这种 就是变成这种几率会高很多 对 防得很漂亮 对 集中生智 刚才这个球给的挺险的 好在救过来了 对 这个球杀的呢 线路其实呢 应当说还是比较这个直接了当 但是呢 他主要这个球杀的这个 这过去的这个点呢 刚好是在他胸部这个位置 所以就比较难防了 对 郭震东这个球呢 是选择了一个长杀 这个球呢 是很平的过去 对 并不是下压那种球 如果是反复这样下压的话 作为日本队的这个防守啊 已经几次试过了 都是会能够 对方 不一定成为这个对方的这个困难 对 所以呢 采用这样一个变换的这个杀球啊 就有效果 所以呢 他 运动员呢 在选择杀球这种线路 包括那种杀球这种弱点啊 还是有讲究的 就是你杀的每一个点 都是有讲究的 并不是说是 他杀这个球 能够造成对方失误 就是这样子 简单了断 其实是有一个平时的训练当中呢 包括在教练员的安排上面 也是有一定的安排 其实作为防守的这个队员来说 失误呢 也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 就是说 不应当失误的情况 他出现了也这样的这个失误 对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他是失误了 但是他这个球根本就没有办法救 对 他这样碰到拍子了 做一个动作啊 但是没有办法把球救起来 也是一种失误 嗯 很可惜 这个球 国振东 是一个机会球 看来佐藤强制 还是打得非常不错 虽然是单打的运动员 但是他融入比赛的这种状态 很快 对 对 又追平 八平 突袭成功 很漂亮 这个球才彪 选择了一个发后场 看到左灯翔志 有点往前的那种移动 那种态势 因为发过去这个球比较平 所以保证了这个速度 对方调节来不了 如果弧线太大的话 对方完全可以反应过来后撤 但是这种球 有的时候也挺冒险的 你这个弧度太平了以后 也有可能出现不过往 在前半场 这个压得还是非常的紧 不给日本队喘息的机会 这样柴彪和郭振东现在领先2分了 10比8 比赛到中段 才开始稍稍拉开 但是这个拉开并不是一个很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非常漂亮 柴彪 通过了一个轻挡往前 很漂亮 在快速对攻的情况之下 有的时候呢 要采用突然节奏的这个变化 对 这样11比8 柴彪和郭振东 领先进入到第一局的 技术暂停 从前半段的比赛来看呢 柴彪和郭振东发挥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失误并不是说太多 而且呢 基本上呢 也是能够控制住场上的那种局势 相反 就是日本队 佐藤强志 虽然说他融入的那种速度很快 就融入比赛的那种状态很快 但是呢 毕竟也是单打选手 他们在防守方面 还是比较弱一些 包括他在进攻方面 还是没有像串前直树的这种 比较凶猛的那种进攻 所以呢 他还是一个突破口 对于柴彪振东来说 从进攻的力度上来说呢 日本队的进攻力度还是足够的 但是从这个变化上来说呢 他们却比较少 他们的进攻往往是直来直去 9比11 对于柴彪振东 彩票这个球有些犹豫 刚才这个球呢 想下压 后来还是选择了一个打网 打那个平高 这个球 日本队佐藤强志和 川前直树又追进了一分 10比11 这个是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之下 还是坚决的选择了进攻 而且两个人比较一致 在双打的比赛里面 如果要是真的能够打得像一个人一样 这个真的还是有相当的难度 12比10 非常的快 郭振东 在抢前 前三拍 这个球当中呢 郭振东呢 反应速度很快 对于柴彪振东 对于柴彪振东 这个接发球 接得不太好 所以双打就是这样 一拍如果是没有衔接好的话 很容易就会造成自己的第二拍 第三拍的这样被动 老也调整不过来 对 对于柴彪振东 对于柴彪振东 好球 防守 这个球打得非常精彩 这个球是郭震东和柴彪两个人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合 在防守方面 防守非常严密 这样使得佐藤反倒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个球了 对 15比12 又拉大了一分 从两分扩大到三分 这两个人的进攻方面的一个衔接和轮换 还是没有处理好 其实这个球呢 财彪已经等在那将那个球呢 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打 但是这个球呢是速度很快 对 而且他杀球的这个落点呢 也是胸前这个位置 13比16 这球半高又没有什么速度 回的没有什么难度 稍微直接了一点 线路的突然变化 还是令索藤没有那么及时的到位 从速度上来说 柴彪和郭震东呢 还是在日本选手之上 而且从两个人的一个配合方面呢 这个球 发球为例 裁判判了 15比17 左堂发球 哎呀 这个球 郭震东呢 想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平抽档啊 一个反拍 这样一个平抽档 来过渡 16比17 16比17 好球 这个球 非常的关键 对于中国队来说 杀中路还是效果不错 对 18比16 再拿一分的话 这一局呢 恐怕就比较有力了 嗯 因为19比16 跟18比17 这个心理上 是不一样的 哎呀 这个球 大球质量不高啊 嗯 今天在 这个 接发球上 和这个发球上 嗯 应当说 柴镖和郭震东呢 还是有 可总结之处 对 包括刚才被判了一个为例 然后这样的一个发球 质量不高 连 连丢了两分 嗯 还有在前面也出现过 接发球 回球质量不高 被对方打死 对 这样的情况 哦 这球追身 非常漂亮 这球 打了一个出其不意的斜线 嗯 这也是这个坐腾 正往前移动的时候 就打过来了 对 这一分拿下来呢 很重要 比分已经到了19 19 19 比17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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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 标了 刚才柴标呢在往前 为郭震东创造了进攻的机会 这个第一拍扣杀扣到穿前直树这里 也是胸前 穿前直树呢很协调的挡过来了 同样是一个胸前就扣到左腾这里 左腾这个反应呢明显的就 就慢了 没有穿前那么快 来到第一局的据点 非常好球 21比17 这样柴标和郭震东拿下了第一局 跟大家继续收看 在澳门进行的2012年 汤油杯亚洲区预选赛决赛 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 中国队呢是 未免冠冠军 所以直接进入五月份在武汉的决赛圈 但是为了锻炼队伍 同时呢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为这个陈金争取更多的奥运积分 所以中国队呢还是参加了这次预选赛 那么任一场进入到决赛呢 和日本队争夺这个预选赛的这个冠军 那么第一场比赛 单打的比赛里面 陈龙呢是2比0先胜了左左目翔 第二场进行的就是大家看到的 这场双打的比赛 第一局呢 柴彪和郭振东21比17获胜 这个打的非常痛快啊 前三拍啊 抢的很紧 正如在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今天呢 这个这场双打比赛呢 日本队也是排出了一个 令人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队子 就是佐藤祥志和川田直树来大队打双打 然后让这个川田的双打搭档 山田核四呢 去打单打 这个呢也可以说 作为日本队来说 有他们的考虑 是不是佐藤祥志将来就去打双打了呢 也可能没有任何考虑 就是这样来打一打而已 对 他这种排阵 这种阵容啊 真的是让人琢磨不透 其实对于日本队来说呢 这场比赛的胜负啊 也可能对他们来说 并不是很重要 因为你这个预选赛的这个冠军 其实不影响进入决赛圈 日本队呢 已经进入到决赛圈了 对于日本队来说呢 今天更加重要的就是 他们能够在团体比赛里面 能够和中国队对垒 第二局的比赛呢 开始以后 柴彪和郭震东呢 是打得比较顺 现在4比1领先 好球 这就得很漂亮 这个五位 好球 对很弯强了 还有非常弯强 这个比赛呢 确实是进行的 还是非常的精彩 刚才呢 我们已经听到 现场有观众 都在情不自禁的在喊 打得好 虽然对于双方来说 都可以说是一场 无关紧要的比赛 但是呢 双方今天打得都 非常的认真和投入 对 一个精彩的回合结束之后 其实我觉得裁判 也是网开一面了 允许大家 有多一点的时间 来休息和调整 喘口气 其实在羽毛球的比赛里面 以前呢 没有什么限制的时候呢 这个不少运动员呢 就充分利用规则 比如说 老去擦汗 老去喝水 老去弄那个球 老去换那个球 走来走去 不发球 那这种情况呢 使得羽毛球比赛呢 拖的时间比较长 对 这个呢 也是有的时候呢 让观众感觉到厌烦 对 影响羽毛球运动的 观赏性和这个发展 所以呢 在羽毛球的这个比赛里面呢 也做了一些规定 那么裁判呢 可以来限制这个运动员 所耽误的这个时间 提醒运动员 马上投入比赛 但是有的时候呢 裁判呢 也会根据 场上比赛的情况 你比如说 一个非常激烈 非常精彩的这个回合 双方大家都在气喘吁吁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让他马上就恢复到比赛里面来 也影响下面比赛的精彩 同样是不利的 对 所以呢 裁判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其实裁判呢 也是比赛的 这个内容之一 对 这个球裁判呢 是非常的可惜 这个球是线路非常的好 看一下慢镜 这是一个空档位 但是 这个球稍稍出了边线 日本队在1比4落后的情况之下 现在他们把比分追到了4比5 哎 又是一个柴镖的失误啊 这球 还是要求质量太高了 对 准备不足 要求质量又高 对 所以这个球等于是有点失手 这样 日本队连拿了4分 中国队才得1分 其中的失误呢 是自己送了2分 好像连续的下压 像机器一样 像这样的压迫性啊 这个日本队你只能是去挡 根本就没有办法反过来 对 这个就速度一定要跟上 这个球 郭震东打得很巧妙 打了一个全副球 这球 另外作为柴镖在发球的时候呢 加了点力量 让对方回球的时候 也必须 他稍一加力 借着反弹力呢 这个球 飞的会更加远一点 这样刚好给 这个后面的选手扣杀了 制造机会 所以在发球上 也不是说 你自己一个人 发完这个球 你的任务就完成 而是要考虑到整体 刚刚这球呢 是出了底线 6比7 和第一局的前半段 有点类似啊 虽然开头的时候 郭震东柴彪呢 是领先了三分 但是又进入焦灼状态 是 4 4 5 5 6 5 5 6 5 6 6 5 6 7 9 好球 开标 但这个球旧的漂亮 郭振东没有想到 对方能够把这球勾回来 而且是贴网了落 对 所以在意识方面 是有点放松了 对 蛮以为这个球会落地 郭振东也看了一下 真行 你这样的球还能勾回来 还这么叼 确实让郭振东感觉到 哎 惊奇 7比8 哎呀 又是财标 再往前 没能抓住机会 这个球是一个主动性的失误 加油 财标 财标其实不用那么急 对 可以稍微收一点 你看几个都是出界球 并不一定要打死人家 对 就是有点着急了 这个结发球质量很高 好球 哎 又是放松了 对对对 又是以为这个球 对方可能会回不过来 对 所以呢 运动员在比赛赛场上 球没落地 就不能够放松 看这球 两个人在衔接方面 也是出现了失误 嗯 这个穿前的 救球的能力还是很强 嗯 九平 接发球失误 现在财标和郭振东两人呢 心情上有点不太稳定 对 尤其是财标 他还是比较着急一些 打球 对 你财标着急 另外郭振东两个就想不到的失误 嗯 这个都会影响两人的这个心理活动 希望能够尽快地稳定下来 现在比分还是平着的 食平 郭振东发球 嗯 又是借外 又是柴标 对 需要得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地调整一下 好好调整一下心态了 对 就是说这个 实际上呢 财标的失误的增多 这个也使得 呃 郭振东心理上呢 也受点影响 对 所以他的 你看他的注意力也不集中了 对 而且两个人的配合方面呢 也是衔接 包括两个人的配合 轮换 这一这个方面呢 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失误 对 这个呢 其实也正是财标和郭振东 啊 作为参加这一次 比赛的 嗯 一个意义所在 对 他们两个人呢 要这个 进一步的在心理上 配合上 来寻找差距 对 就发现了问题 在今后的比赛当中 包括在训练当中 要解决问题 对啊 其实从第二局的 呃 前半段的比赛来看 呃 彩标郭振东 送分还是比较多的 嗯 所以呢 他被打死的这个 这个 并不是太多 嗯 其实他主要是 自己的失误 包括自己在 刚才在 一开始 4比1领先 包括 后来的 慢慢的被对手追平 之后呢 又被对手反超 其实基本上呢 都是 自己送分的机会 另外呢 也正是因为 日本队 包括昨天进行的女队 嗯 在这个 这次澳门的 这个比赛里面呢 他们的表现很出色 嗯 这个很有水平 很有质量 也确实刚好 给中国队提供了 练兵的机会 嗯 如果要是真是 比赛一边倒 如果日本队的表现 不那么好 不那么出色的话 嗯 中国队也达不到 练兵的目的 对 日本队打得非常的巧妙 嗯 往前封的还是比较严的 但是很可惜呢 在最后一拍的方面 没有 并没有处理的太好 嗯 这球是出界了 如果落在界内的话 中国队这个球 也已经是 出现了空档 失位了 你看这里 对 这个球呢 如果是打进界内的话 也不好接 对 平推过来 速度也比较快 十二比十三 现在拆标过程中呢 要赶紧把气势调整上来 嗯 减少失误 不要着急 过阵东 过阵东 十四比十二 这球 财标这球呢 防守的时候呢 想挑过去 这球呢 打到拍框上 不是 现在最需要提升的是柴标 对 十三比十四 嗯 还是 现在也是 抓住了柴标的 这 这个弱点啊 对 就柴标呢 在 第二局的下半 就是中段的时候 开始 那个状态 突然之前就下滑的 非常厉害 嗯 这看影响到 郭震东 这个 所以两个人 必须得 好好地再调整一下 日本队现在反超一分 现在能调整回来 还来得及 对 机会 柴标 这个杀球质量 并不是太高 给了对手 一个反击的机会 防守 哎呀 专门攻柴标 这一点了 嗯 这个你也别说 人家左腾翔 是今天来打双打 这场上形势观察的 还是非常清楚的 对 十六比十四 现在中国队落后两分 前三派 越急越不行啊 对 插插汗 插插汗 冷静一下 刚好呢 这个 日本队是想换球 裁判没有同意 好球防起来了 郭震东 刚才 这球防得非常漂亮 把球给拉高了 而且 日本队的这个失误呢 我觉得会给柴标 一个传口气的机会 15比17 防守注意 这两个失误有点莫名其妙 有点莫名其妙 左腾翔志 左灯也晃了一下头 就清醒一点 现在16比17 中国队还落后一分 还是有机会 嗯 刚才这球 还是柴标 在后场的时候 想打一个重复的一个 哦 是郭震东 打一个重复的落点 斜线 给人家逮住的机会 这球 18比16 还是得咬住 嗯 打了一个后场 哦 这球 很别扭的情况之下 打了一个斜线球 反倒对方准备不足 对 再接再厉 现在17比18 看能不能一鼓作气啊 嗯 追成18平呢 心理上就 好处一点 好处理一点 哎 两个人 有点乱 好球啊 调整过来 稳住 好 又是两个人的一个 位置的重合 有点失误 18平 其实在这个球当中的 中国队呢 打的并不是太好啊 嗯 对 两次位置的重合 啊 你看又又是两个人 而且那步伐有点乱 对 结果是对方失误 送了这份 嗯 日本队呢 也是连丢了两分以后呢 也是他 这边实际上 日本队两个人 也是有点乱了 这个位置啊 有点手忙脚乱的 这种感觉 所以比较匆忙 对 这样回去 把球回出界呢 也就不奇怪了 好 终于追成了18平 大家在一条线上 哎呀 柴标 发紧了 十九比十八 看 真的是 太紧张了 悬念重生啊 真的是 太紧张了 石球平 一分一分的咬住啊 这边左腾 这边左腾失误 那边柴标失误 哎呀 就说明这个 真的是非常紧张 嗯 好 柴标发球 好球 这个很一般呢 关键东的回球 也很一般 这说明日本队的 这个 穿前的也是紧张 心里他也紧张了 心里一紧张 所以呢 他的手不僵硬 对 所以回球的 也是不够晚 二十比十九 来到了盘点了 长点 好 突了一个 哎呀 裁判又再次判了一个为例 这没辙这个 似乎也是 也该这场比赛打到二十平 再来再来 二十平 现在就看谁不失误 强的很紧 好球 郭震东的判断 非常的准确 其实球迷落地之前呢 他心里也打鼓 万一要是落在界内 这也没救了 这丢一分了 对 其实这球呢 打的真的是 质量并不是太高的 这是往上走的球 嗯 郭震东柴标 领先 郭震东 发球 注意发球 不要为例啊 要不然这分丢的太冤 对 发了一个后场 防住 好球 防住了 好过度 调整一下 这个没办法 这个日本队连续这样的失误 反映他们的确是比 柴镖和郭震东更加紧张 对 那么在关键球的把握方面 日本队还是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财标 一人被判了两个 发球的失误 这个非常不应该 尤其是在刚才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这个还是在比赛过程当中 财标和过程中 特别是财标 还是出现了心理上的波动 对 对 所以呢 这个也确实是值得好好的去总结 当然从锻炼的这个目的上 我觉得今天作为柴镖和郭震东来说 会有很多的收获 对 不管怎么说 最后还是以2比0 胜了左同强志和川前之术 为中国队再拿一分 这样在大分上 中国队现在是2比0领先 接下来将是另外一场单打 杜鹏宇出战 将对山田核四